大家好,今天用大黄米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吃的 面盆里面放入200克大黄米面 大黄米面属于粗粮,吃起来糯糯的 我们可以用适量的开水,把大黄米面烫一下 开水一次性不要加的太多,少量多次的加入 一边加一边搅拌,看着里面没有太多的干粉就可以了 晾至温热,里面放入2克酵母粉 把酵母粉搅拌均匀 然后向里面再放入200克普通面粉 把面粉和大黄米面搅拌均匀 然后下手揉成面团 揉成一个比较光滑的面团 盖盖进行发面 面发好以后可以取出来 面板上提前撒上干面粉 揉面排出里面的气泡 揉搓成一个长方形的饼状 年的话可以提前撒上干粉 用擀面罐擀成一个厚厚的饼 再切成竖条,竖条的宽度为2公分左右 最后切成小块 把每一个小块都抖散开,以免粘连在一起 油温6层热,把小生胚加入锅中 油温一定不要太高 那样只会外面炸糊了,里面还不熟 所以要控制油温 全部定型以后再进行搅动 这样做出来像一个小小的馒头 鼓鼓的 当快成熟的时候一定要搅拌均匀 这样上下收热更均匀 炸出来的颜色更一致 全部炸的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开始的时候没有加糖 现在可以撒入点棉白糖 这样吃起来甜度更适中 这样的小零食在外面都没有卖的 吃起来香甜软糯 好吃不腻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做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下一个视频 下一个视频